啊 故事开始于一堵墙 这堵墙世世代代地保护着围墙村的村民 在墙外是一个平行的魔法世界 这晚一个年轻人越过墙闯进了魔法世界 他在里面遇见了一个女人 年轻人对女人一见钟情 女人跟年轻人说自己是公主 只不过被女巫用捆线索困住了 女人问他愿不愿意救自己 被迷住的年轻人自然非常乐意 两人当即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之后年轻人回到了人类世界 九个月之后年轻人收到了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就是他和那个女人的孩子 18年之后婴儿长大了 也就是我们的男主 男主和生活在村里的所有年轻人一样 对最美丽的姑娘小美一见倾心 可惜她是个穷小子 小美根本看不上她 对她时而热情时而冷漠 为了能够得到小美的爱 男主许诺要为她带回天上落下的星星 为此她决定穿越那道象征着禁忌的城墙 可惜在白胡子大业的看守下 她失败了 灰溜溜地回家后 爸爸发现了男主的目的 于是将她母亲留下的东西拿给她 男主通过母亲留下的魔法穿越蜡烛 来到了流星的坠落地 但是眼前的不是陨石 而是一个女人 原来这女人就是流星的化身 流星女的脖子上还戴着块宝石 男主乐坏了 赶紧用捆线索把流星女绑上 准备回家 但她的穿越蜡烛已经所剩无几 不足以支撑两人穿回家 无奈两人只好步行 但流星女不小心崴了脚 所以两人一边休息一边赶路 但两人不知道危险正在渐渐地靠近 原来流星女身上的红宝石 是魔法王国的国王丢出来的 她在死前下令 谁能够重铸这块宝石 谁就是下一任国王 王子们为了王位自相残杀 最后只剩下两位王子 现在两位王子都在为了王位追踪宝石 与此同时 宝石的现世也引起了三个女巫的注意 只要吃了流星女的心脏 他们就可以永保青春 于是三个女巫决定派一个代表去抓流星女 并在沿途设下一间小旅馆 等待着流星女自投螺网 这时候的男主和流星女正在小树林里休息 半夜流星女看见了一头独角兽 于是骑着她逃跑 没想到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女巫的小旅馆 女巫一看流星女自己送上门来了 高兴地把她带进了屋 而这边男主醒来后发现流星女不见了 正好又撞见了来追踪流星女的大王子 于是搭上大王子的马车来到了小旅馆外 两人的到来正好破坏了女巫的好事 女巫一怒之下弄死了大王子 接着女巫又准备烧死男主 男主掏出剩下的魔法蜡烛 伸进火焰中带着流星女逃跑了 可是没想到 两人穿到了云层上面 就在两人一脸懵逼的时候 一个大鱼网撒了下来 两人被一群海盗给捉住 就在两人担心自己会被杀死的时候 没想到船长是个外冷内热的好心大叔 但他又害怕自己在手下面前丢了微信 于是假装将男主杀死 给他换了一个造型 让他假扮成自己的外甥 然后又假装将流星女许配给男主 还教了男主一套剑法防身 这段时间 男主和流星女之间也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之后船长将他们送到了离墙近的地方 下船之后 两人遇见了一个红发巫婆 他答应将男主带去墙那里 然后就把他变成了松鼠 流星女跟着松鼠一起上了车 还对着变成松鼠的男主告白 男主也明白了 自己的真爱就在眼前 接受了流星女的爱意 之后俩人度过了一夜凉宵 但第二天 男主就不告而别 他回到了墙的那边 去见了当初心心念念的小美 男主告诉小美自己找到了星星 并决定要和星星在一起 因为他终于明白了爱情是什么 可是醒过来的流星女 不知道她的用意 正准备穿过墙来找她 但魔法世界的人是不能穿过墙的 否则就会死 就在这紧要关头 一个女人出来阻止了流星女 这个女人就是男主的妈妈 原来红发巫婆 就是当初锁住男主妈妈的巫婆 就在这时 另一个女巫也到了 但她们为了抢流星女打了起来 最后是女巫获得了胜利 红发巫婆的脑袋被打掉了 瞬间化为灰烬 而男主妈妈脚上的捆线索也脱落了 可是很快她和流星女又被女巫给绑了回去 这一切被手墙的白胡子大爷看见了 大爷将这一切告诉了男主 男主快马加鞭地去到女巫的地盘 遇见了追寻宝石而来的二王子 两人一合计一起冲进去救流星女 却误打误撞地救下了男主的母亲 而王子竟然喊男主的母亲为姐姐 由来男主的母亲竟然是国王的女儿 就在母子二人相认的时候 王子去对付女巫 虽然干掉一个女巫 但她自己也被魔法杀死 男主为了救流星女 杀死了另外一个女巫 最后一个女巫 用王子的身体当傀儡 和男主进行了对决 厉害的女巫获得了胜利 就在她准备杀死男主和流星女的时候 流星女发出耀眼的白光 就这样把女巫给闪死了 最后因为王子们都死光了 男主作为公主的儿子 顺利成为了魔法王国的新国王 和流星女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魔幻星辰》上映于2007年 为我们这些长大的人 讲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 没有永生 也没有青春永住 有的只是一个你可以爱的人 以及愿意爱你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